狮子炯炯犀利的双眼 有时候神情令人不寒而战 这些以往在寺庙庆典当中的狮子 如今面临记忆失传的现实命运 在黄俊仁老师的热忱指导下 继续所学员制作成品相当吸睛 他们对于能够自己亲手完成作品感动不已 对于自己未来更是产生了信心 在自己制作的过程 就觉得是对自己算是一个磨练 磨练自己的耐心 完成之后看到自己完成出来的作品 又觉得很有一个成就感 因为从一个不会作为我到 做成一个成品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10号上午延湾记训所举办一场 艺能记训成品展示 所长与会贵宾对于学员们的艺术天分赞誉有加 更希望这些技能能够对于学员未来 就业之路有所帮助 利用这个机会 把同学在这边学习的一些成果 展现出来让社会各界能够了解 同学在这边的用心 想要改变的这种企图心 那也希望大家的过多给他们 我们基训所就是培养同学 一个更生的技能的技术 再回到社会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的记忆 我们可以很快的融入到这个社会 石头的创作过程不轻松 除了第一道过程 淘土的雕塑 需要慢慢消去不平整的地方 重复上土之后还要反复的修饰 还要慢慢的将纸糊上石头 等待干了之后上色 在云手续上就有七层 没有一定程度的耐心绝对完成不了 因此黄俊然老师对于学员们也不得不感到满意 更希望这种毅力能够继续下去 除此之外当天也有很多日常生活工艺品 都是出自于学员之手 这次的展示活动 对于继续所深耕学员们培训相当的用心 对于未来也表示将继续推陈下去 东台新闻陆玉清在延湾基训所的采访报道